我独自走狗里生怕 他是2014年出彩中国人的年度总冠军 谭软52年出访三十个国家 让世界听到了中国软的声音 我们有生物的DNA 还有文化和文明的DNA 突破技法与成规 他的巡演是黑暗里的即兴音乐会 因为看不见 只能通过声音互相感知 他用音乐做工艺 致敬传统 抚慰人心 这世界就这么神奇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转换关系 深秋的山城 冯满天和他的山上山下音乐会 如期而至 重庆专访也在音乐声中与他邂逅 我想宏老师 他讲述的不仅仅是音乐 也有他的一些人生的态度 生活的哲思 和一些文人的审美 就我第一次听这个软的时候 我会觉得它有点像吉他 又有一点像蒸 但是他呢好像又比吉他多一点那种味 那种韵味 就是你作为大家喊的软吃 那么多年几十年都在谈这个 是不是这个味道吸引你 是 就像我们中国人吃酱油一样 这个没办法 这个没办法 这个我们DNA里带着 那么那是食物的DNA 我们有生物的DNA 还有文化和文明的DNA 这个文明是中华民族的古人 对于宇宙 世界 自然人与人 人与外族的一个认居的一个态度表达 日语 新杯酒 为什么呢 我们的语言系统 我们的古汉语就是这个音乐 我有一次去广东演出 两个人用客家话聊天 对 我一听 有那种入生字是吧 就很有古韵 就是带着拐弯的 其实我们现在的中国韵味 就是古代语言歌唱性的韵味 说话 您是出生在音乐世家吗 您的父亲以前是改良的乐器 然后您是改良软 但是我自己的理解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改良的这个方向 其实是不一样的 冯老爷子他可能是 在乐器的现代性方面 做了一个突破 让他登上大雅之堂 然后您好像是从历史的警会堆里边 去找寻我们这个中国传统的软的声音 与其说是改造不如说是复原 可以这样理解吗 是的 实际上还有我们用现代的手段 现代的科技手段 来找寻和完善 古人追求最美境界的绕梁 所以做琴的时候 过去的技术没那么好 比方说 它最长可以到二十多秒 过去做不到 过去八秒就没了 鱼音是通道 你看我们中国这个书法里边 有叫行草 到最后那个字是什么 好像都不重要 那么我行软 这是一个系统 你要攒得多 它是一个积攒以后出来的一个认知 一个认知不是一个单线条的 它是一个量的一个堆积 中国人说音游新生 生生 生北心 不是为了显得我谈得有多牛 我谈的技巧有多丰富 我的动作有多好看 以前也组建过最大中国的摇滚乐队 应该是那个年代最潮最酷的人 我看今天现场来的很多观众 其实很多年轻人 所以就是你是不是有一种 自己的表达方式来推广 你心中的这个敏乐 尤其是让年轻人看到 让他们喜欢 对 这需要一个过程 刚开始 在出彩中国人的时候 实际上是用这个乐器和吉他比美 就是说吉他能做到的 这个乐器可以做 我的软 我加了效果器 它可以这样弹琴 它有它自己的声音 其实我加了电以后 我们的可能性更多了 它更广阔了 但是那个底还在 你通过这里边进来 你进来没关系 弹一段时间你自己就会找 这东西弹的最美的东西是什么 国际科技 每年 递增35% 从14年到现在 轻位 还不够 你知道各大学 每一个大学的宿舍里面 每一层楼 一个宿舍里至少有一把吉他 你也希望这个软 变成我们大学里的爱情冲锋枪 是吧 对 有吉他换成软 比方说 我就幻想啊 就 一个男孩写了一首诗 是吧 拿着软 在女生宿舍的楼下 凤秋黄 君子 好 求 您是特地的会让就是盲障和残障的人来听我们这个软 其实是你觉得音乐是有疗愈的作用 对 还有一个你知道 就是 我本来是给他们疗愈的 结果他们疗愈了我 对 你知道那个 我下一场音乐会的名字 叫焦焦话 是一个 小女孩 盲童小女孩 跟我说的 她说 软 再说焦焦话 当你奉献的时候 你自己获得了营养 这世界就这么神奇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转换关系 最后我们现在重庆也是灯火阑珊了 用一小段情声来向我们这个城市道晚安好吗 重庆 重庆 这个地方的生活气息和人物的气息 我觉得是德天都好的 坐在江边上弹个琴 看着两岸的灯 就像家两江的水 重庆很美 这边 感谢观看